那接續我們將要開始進行第一場Keyno議程 5G時代來臨顛覆傳統網路存取技術發展 反而有利於基地台界面的開放與標準化 今年第一場的Keyno議程 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到 台科大電子系的鄭瑞光教授來分享 開放基站聯盟與開放基站軟體社群 那我們熱烈歡迎鄭瑞光教授 各位好,非常高興有機會來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在做開源軟體這邊的東西 我是鄭瑞光,電算中心 我目前兼電算中心主任 所以我的辦公室就在這邊旁邊6樓 我今天來其實主要來招募團隊 我們希望越多人可以投入OpenRain這邊的開源軟體 這對台灣產業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邊有一些 其實這邊的東西大概都是學生做的 那我們也很高興有科技部,有人保,有中華電,沿洋科技 華製,Triple I, Intel, VRV, Redis 邀瑞科技,Nokia這些公司幫我們一起support這個計劃 那今天時間不多 所以我簡單大概三個東西 因為對做開源的大部分的夥伴來講 你們對機器台這邊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我會簡單快速介紹一下機器台 簡單快速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要講的所謂的Overland聯盟 那還有就是我們今天重點 Overland Software Community 我本身曾經在公益院待過 我第一份工作其實就在做2G、3G的協定 那時候台灣才剛開始在做2G的記憶台 我們在幫忙代工手機 公益院那時候是一個主要的核心 那之後我們就整個team出來在達州通訊系統公司 我們那時候是應該是全國第一個公司開始在做3G記憶台 當然後來沒有成功 那我2003之後就到台科大 繼續我們在參加標準 然後大概在其實我們大概在2005左右 其實就已經看到2G的這些東西 2G的記憶台就已經開始開源了 它就已經開始在做Open Source 那距離我在公益院工作的那前5年 公益院其實花了幾百萬 甚至上千萬的經費去買這些開源軟體 但是5年之後、10年之後 很多這些東西都變免費的 那變免費之後 反而知道的人不多 或者是投入的人不多 因為這軟體實在太複雜 那我們大概17年就開始參加 有另外一個法國的Eurocom 法國Eurocom是專門在做4G Open Source 非常有名的 那我們就開始在他們這個平台上面做NBiOT的基站 那到19年我們就跟他合力一起成立了Open的5G Lab 那我們現在正在執行一個科技部計畫 我們這個計畫的目的就是去參加開源軟體 然後參加Open Source Community 那我們現在也成立了一個OFC的Community Lab 希望能夠幫忙社群去做測試 開源 基站 為什麼要做開源 應該講 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它的重點其實是開放介面 基站的開放介面 那基站會是下一個挑戰 開源軟體的下一個挑戰 那Open Source 各位其實都很清楚 Open Source是創新的一個基礎 那對我們來講 他除了創新之外 對台灣的產業 或者說對開放基站 現在大家談到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安全問題 資安問題 其實很多東西你需要有Open Source 才能夠幫助越多人一起進來做測試 然後要做開放的基站坑 再做PC一樣 台灣在2、30年前靠PC起家 PC起家的一個基本概念就是 不會由一家公司做完整的東西 大家只要做其中一個component 你就可以把它做起來 但是最重要就是互測 互相測試 現在Open Rain 大家看到這個基礎 可能真正要起飛 可能一樣是3年5年之後 但是這部分其實非常重要 快速介紹一下什麼叫記憶台 各位現在在用的行動網路 大概兩塊 一塊叫核網 一塊叫做基站 我們今天談的是基站的開源化 核網這邊其實都已經有開源 楊明交大的陳志成教授 他就做了一個Free 5GC 這是全世界第一個開源的核網 那做基站這邊挑戰相對比較大 基站這邊他的主要的player 就是Nokia Ericsson 華為 這些都是世界級的公司 那 好 這是基站的一個基本概念 我們剛剛講有核網 有基站 但是實際上真正要管理 像中華電信遠傳這些公司 他還會有管理的團隊 管理基站實際上是非常重要 管理營運基站是非常重要 那這上面會有所謂的SON 就是智能化 他是所謂自我組織網路 他是智能化 那另外OSS BSS 這邊是屬於他的網管 那我們今天談的是基站 基站開始 現在在做所謂的基站的拆解 或者基站的解離 概念是什麼呢 概念是原本的一個基站 所有的軟體協定都放在這邊 他現在要把它切成很多塊 為什麼要切成很多塊 概念跟PC一樣 你切越多塊 越多公司就可以進來做其中一塊 所以開放界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剛剛講上面這邊有網管有智能化 在 所以在Orain Alliance Orain Alliance是由全世界大概40幾個 34個運營商所組成的一個聯盟 他們是買家 有買家組成的聯盟找了 找了數百家的廠商加入 他就是希望定義一個開放的界面 那這整個架構 整個概念 剛剛講的這個概念 他們未來 以往這些軟體全部 軟體硬體全部都是Nokia Ericsson 一家做 其他公司沒辦法借接 未來他就希望 這些東西全部都可以借接 那快速的說明一下 什麼叫OpenRain 開放基站的概念 簡單來講就是基站的解構 軟硬分離 軟硬分離的概念是 他希望用白排的硬體 現在各位所知道的Server 就可以以後你的基站 其實就跟現在你在弄PC一樣 那他的核心的重點來自開放界面 那另外一個重點 除了基站本身 自動化跟智能化是他很重要 因為基站越來越多 從5G 6G速度要越來越提高 基站的數目大概會變成是現在的十倍百倍 這麼多基站 你要共同一起協調 未來要單單靠人 來做控制 這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的軟體 那因為它是軟硬分離 所以你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其實概念都跟雲一樣 你所有的很多模組 你必須要自動化 很多模組 你必須要動態的重啟 所以這邊不管學Compute Science 學什麼的 其實在這邊都會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真的目前在推這整個東西的是 叫做Oran Alliance 我們剛剛介紹過 它是2018年2月成立 那它實際上是Sran跟Cran 兩個Alliance所 combine的 Sran是以美國為主的一些公司 Cran是以中國為主的一些公司 所以它開放基站 其實不是這一兩年 它其實各位如果有聽過另外一個 開源計畫叫TIPE Telecom Infrastructure的Project 它大概2015 2016就開始 這個Project的 背後的主要sponsor是Facebook 所以在那邊有很多東西很早都已經在做 各位現在聽到可能已經都是舊文 這已經是現在進行式 所以Oran Alliance 在2020年 他們其實也跟TIPE達成一個協議 所以他們現在兩邊又是一起Cowork 所有東西現在都會根據Oran Alliance 這邊所定義的開放標準去做這件事 那Oran Alliance 剛剛講錯了 它是有31個operator 現在大概有316個contributor 各位你到Oran Alliance上面去看 大部分的公司其實 manufacture 其實大概都是來自台灣 它目前有10個working group 4個focus group 那這個月 月初才剛成立一個叫做NGRG的 因為現在在講的OpenRAM 它實際上目前看到的真正部署的是在5G 那也有很多公司把它用在4G甚至3G 還有一些地方現在還在用2G 它整個概念是往後相攏的 那但是並不表示這個東西就只是5G 它現在其實也在看6G的架構 對於運營商來講 對於運營商來講 未來它就會希望用OpenRAM這個架構繼續往下走 那這是Oran Alliance的三大主要目標 它負責定標準 它會成立開源的社群 它要做測試跟整合 測試整合這邊台灣有藥瑞科技成立Altic Lab 這是Oran的測試認證實驗室 叫做Altic Lab 所以它開這個計畫 這個Oran Alliance在成立的第一天 它就定義三大主軸 第一個就是它的定標準 第二個它就要成立開源 所以這是非常特別的一個標準組織 在成立的第一天就已經開始要做開源 那第三個因為它要做產品的測試認證 所以它要成立測試認證的Lab 那右邊這邊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整個的架構 那最上面就是做網管的 做AI做網管的 這邊是做AI自動化的 底下的這邊就是原本的記憶台 那記憶台它就把它切成所謂的CU DU跟RU 這邊詳細的細節各位都可以在Oran Alliance上面 或者是OSC的網站上面看到 所以我只是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它的概念 在Oran Alliance最高的指導單位叫做TSC 它底下成立四個Focus Group 標準的Focus Group就成立了十個Working Group 這十個Working Group的工作就在定規格 然後成立TIFG TIFG就是做測試的 所以它底下會成立一個Optic Center 原本在Oran Alliance裡面它有一個OSFG 就是專門做Open Source 但是它後來決定跟Linux Foundation合作 所以現在整個東西是放到Oran Software Community去做 那Security的Focus Group大概是一兩年前剛開始在做 那OAC的我剛介紹的是Oran Alliance 就是負責定規格的 負責定規格的這邊我想簡單說明一下 這十個Working Group好 它的概念這個跟現在的行動通訊這邊在做 做那個標準的組織大概是3GPP 我剛在最前面介紹的時候 有稍微提到過其實我們大概在1999年 那時候我們團隊是代表公益院 或者說那大概是台灣第一家去參加3GPP標準組織 大概就是我們團隊開始 那從那個開始3GPP就變成3G、4G、5G 甚至現在的6G的標準的主要制定核心 那這些標準組織現在的運作都非常有組織架構 所以它的第一個可以看到它第一個Working Group 就是定use case去定使用案例 它是從使用案例一步一步往下定 把所有的規格定出來的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use case 第二個是所謂的non-real-time rig 在這整個架構上面我們剛剛講 最上面這邊左邊的是傳統的做網管的 右邊這一塊就叫做non-real-time rig 它是做智能控制 我們剛剛講的AI AI的部分 那AI它必須要不斷的一支retraining model 你的會有隨時抓資料 有資料之後做training 所以non-real-time rig這邊在做的處理是 它的control cycle是超過500個minisecond 500個minisecond 就是半秒鐘的控制cycle以上的 是在non-real-time這邊做 真正的AI會放在這裡 叫做near-real-time rig near-real-time rig處理的是500個minisecond以內的 你的控制cycle在500個minisecond 你的decision在500個minisecond 每半秒之內要做的 大概就在non-real-time這邊做 那所以non-real-time rig這邊 它會有很多演算法 它整個概念是這樣子 它會有一個平台 然後呢上面其實會有很多app 所以這邊的所有概念 其實未來你的基站就跟你的手機一樣 手機上面會有很多app 那這些sapp就會是各個電信運營商 甚至服務應用商 你自己可以寫sapp 所以用這個開放架構 你開始去測 早一點投入 你大概可以看到方向 你可以看到方向 你可以把你自己sapp 放到開源組織上面去 你就會變非常有名 人家以後可以透過你這個東西再做加成 那你如果能力夠的話 你還可以做客製化的服務 我想各位都做開源 你在Linus的整個生態系統 你們大概都清楚 那底下這邊就是所謂的CU DU跟RU 我們剛剛前面這裡 沒有講得太清楚 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傳統呢 傳統這邊是一個基地台 基地台以前是全部都在一起 各位你現在看到的 舉例來講 在台科大的沿洋大樓樓上 你會看到天線 它其實在樓頂那邊 它有一個鐵皮屋 有個貨櫃屋 貨櫃屋裡面就有 它基站的伺服器和軟體在裡面 那未來的概念是這樣子 因為你的天線會越來越多 每個天線 其實基地台的耗能是非常嚴重的 它佔它的cost其實佔非常多 為什麼 因為你每一個基地台 裡面就要有一個能器 那它未來的想法是把天線拉出去 那你在未來你會有 可以把控制軟體的部分放在DU裡面 那在更上面 更上面的一個核心控制器的部分 你可以放在所謂的CU Central Unit 所以它的概念會像是一個樹狀的結構 右邊是核網 核網就是讓你把你的資料 透過記憶台往回送 那個概念 整個概念 這邊的概念 就跟大家在用的Wi-Fi一樣 你的Wi-Fi現在看起來 它實際上只是一個RU 只是一個Radio Unit 那以台科大來講 或者說大部分的學校來看 我們現在在做Wi-Fi 其實都是一個所謂的Syn AP的架構 它的控制器是放在後面 前端在每個地方 在你的宿舍在各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AP 這個AP讓你收資料 真正的控制都是放在後端 那所以控制的部分大概就在CU DU跟CU這邊 那這一塊 CU DU RU這一塊 其實是有非常深厚的技術 這是華為Nokia Ericsson 為什麼在這邊這一塊 一直還花很多力氣的地方 因為這邊是所有技術的核心 那Alliance Alliance呢 我們剛剛講 它實際上是 Alliance Software Community 它是Apache 2.0的授權 那它實際上有兩塊 它的Open Source其實有分兩塊 一塊是OAC 一塊叫OACP 那主要的差別是授權不太一樣 那因為OACP是比較跟基站這邊有關的 基站這邊有很多東西 它是有那個IPR的 在3GBV這邊標準很多東西 Nokia Ericsson 華為 甚至Quocon這些公司 它都有很多規格在這上面 所以它這邊的Open Source 是提供你Open Source 但是它告訴你 如果你要用這個技術 你不能直接拿Open Source直接去用 因為你可能還必須要付那些IPR的license 所以它主要是在我們剛剛看到OCU跟DU這邊 那它的目的就是 根據OrenSpec去開發Reference Design 那它也跟很多的Open Source的Community一起合作 那這是OFC 我們剛剛講兩個 兩個Open Source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在Linux Foundation裡面有一個Aquimus AI 這是我們剛剛在講 Non-Real-Time Ric這邊有Model需要retrain 那怎麼retrain 它未來希望就是用 Aquimus AI的這個平台去做 自動收集資料 自動做retraining 另外有Onap這個平台 這是Onap這個平台 是專門為電信級網路的網管在做的 這其實也是很久的Linux Foundation的計畫 這邊陽明交大的那個證券商銷售 他們在這個部分其實花做了蠻久 那Linux Foundation實際上呢 它有一大堆計畫 我們剛剛提到Rain這邊這一塊 還是它現在目前最的一個mission piece 缺的一塊 那它之前它有Aquimus在做所謂的MEC 做近端的一些server 然後它有Onap跟OPNF3 專門在做我們剛剛講的基站 應該大型電信網路的微運的open source 那有這個專門在做AI 自動model的 那當然整個平台未來大概就是在 OpenStack或者是CableEyes上面跑 那這部分的開源其實已經商用非常多了 那剩下時間快速的說明一下 什麼是OAC OAC簡單來看 這是Orain Alliance我們剛剛看到的 會有網管的 會有做AI的 會有CUDURU 那這整個東西是放在Walking Group1裡面所定義的架構 那OAC的Project 大概有Walking Group2 就是把這邊的東西每一塊獨立出來做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在做整合測試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所有大咖都在這邊 你會看到 Nokia Ericsson實際上也在這邊 那他們當然 對開放基站會搶到他們生意 所以他們現在主要的大概都是在做RIC Non-Real-Time RIC跟Neal-Real-Time RIC 那你可以看到有12個Project 這邊大概就是AT&T Nokia Ericsson 中國移動 Redis is Intel 就是在台灣產業 目前在做CUDURU的 大概都大部分都有跟他們在合作 那這是主要的Contribute 那這邊的Source Code現在主要的大概就是在RIC這邊這一塊 因為主要貢獻者是AT&T 那另外一塊就是Intel跟Redis 因為他們在DU這邊已經把開源軟體放上去 那整個的運作大概是這樣 這邊是All-Rain Alliance 他們會把他們的規格就會丟到OAC 那OAC這邊的主要處理大概是叫做RSAC的這個Community Requirement and Software Architecture Committee 他們來負責去Coordinate整個所有的十個十二個子計畫 那目前的狀況 那這是All-Rain Software Community 你上網Key一下All-Rain SC 或者是OAC的那個Wiki 你就會看到看到這個Page 那它的Open Source 你就可以隨時下載 那在Linux Foundation上面 也有它這些Code目前的狀況 那這是它目前的狀態 它從我們剛剛講 All-Rain Alliance是2018成立 然後沒多久之後它其實就成立OAC 跟Linux Foundation就成立OAC 那OAC成立之後它現在的狀況是每半年就會有一個Release 所以它的一些Source Code 全世界的這些公司就會一起投入 那最新的Release是這個月剛出來的ReleaseF 那整個我們剛剛講在做這邊 整個目前即使到ReleaseF呢 目前的Project的狀況大概都是每個Project自己在做自己的測試 所以剛剛在介紹的時候 我們在看到它架構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我沒有提到 就是它還有一個Working Group 就是專門做Simulator 目的就是讓這些計畫 在跟別人對策之前 可以先用模擬器先對策 但是這樣子其實還不夠 所以AT&T其實大概在一兩年前就已經成立了一個叫做OAC的Community Lab 它就直接是隸屬在RICAC這個Community下面 那所以我們就因為計畫的關係 我們要開發一些開源軟體 但是我們的經費不夠做測試 所以我們後來就join這邊就開始跟他們在談 開始在看我們計畫可以怎麼樣的幫忙 所以經過一兩年之後 那個中國移動他們大概在去年 還是今年年初 應該是在今年年初 這應該是最新的information 就是今年年初他們中國移動去接了 Integration這個Project的Project Leader 所以他們也成立了一個Community Lab 那紐澤西這個是AT&T為主的 這個整個計畫 AT&T中國移動 法國的Orange 德國的德意志電信 這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四家公司 這個大概就是他們 還有日本的Docomo 這是整個Orange Alliance的Initiator 一開始的初始的成立者 所以這幾個公司其實在推這邊很積極 我們剛講New Jersey Lab是AT&T在host 他們想要做的是End-to-End Test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希望把他們的環境 就在台灣這邊可以 duplicate 讓各位如果有機會開發這個軟體 可以放在這個Lab裡面一起測 那SeaCon Valley這個是中國移動最近才成立的 那因為他們成立 所以我們也順勢也一起成立 那對ICAC講他希望說台灣這邊 因為我們manufacturer都在做ODU 所以他希望我們可以focus在ODU 另外一個因為他們以前都沒有提到security 所以他也希望說在這邊做security 那這快速做一下summary Open Source是Oran要成功的一個很重要 Oran成功的第一個東西是開放界面 開放界面已經在定義中 那開源軟體是確認這個開放界面是OK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OSC就是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能夠找到更多的人來投入 你這不管對你自己個人的質疑 對台灣的產業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後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現在在做OSC的計畫 我們這個OSC計畫其實是台科大這邊 跟陽明交大的老師一起合作 那子計畫一是陽明交大的那個許天穎教授 那子計畫二是我這邊在take care 子計畫一是在做實體層加速 那子計畫二大概在做Layer 2 Layer 3的協定 然後包括一些REAC這邊的SAPP 那子計畫三是台科大的旅政修旅祖密 他在做的是non-real-time的REAC 跟near-real-time的REAC 那子計畫四是陽明交大的曾經濤教授 他長期就在做Telecom這邊的SMO的東西 做auto deployment這邊相關的東西 那除了這一塊我們其實還有電機系的陳俊良院長 裕威教授其實之前還有那個職工系的鄭熙明教授 其實都在這個團隊我們就在做資安 希望說把這個整個東西慢慢做起來 那我們最近其實也跟新加坡設計科技大學 科技設計大學跟eurocon這邊合作 我們希望他們希望說我們這邊能夠把訓練一些學生 然後就到他們那邊交換去幫忙開發他的軟體 那最後跟各位也稍微介紹一下這個古機產業創新聯盟 這是在台灣電子電機同業工會中間成立的一個聯盟 他們也在今年剛成立了一個開源系統的軟體的SIG 那他們這邊有QR Code 他們也希望說我在這邊 因為這個TALK實際上他們邀請我過來 他們也希望說能夠透過這個東西 不管是產業不管是學生個人都可以 希望能夠多投入這個部分 這個大概是我的介紹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就寫email給我 不管你要繼續念書 不管你要投入這個產業 你還是在公司我們都 如果你願意commit做這件事情 我們很願意把我們會的knowledge一起跟各位share 因為這是開源的最基本的精神 那到這邊如果各位有問題就 接續我們開始QA時間 那請問各位有沒有想要問鄭瑞光教授問題的呢 有的話請舉手 有嗎有嗎 有嗎 沒關係反正 有 是 不好意思 麥克風給你 請問一下現在 剛剛RAN那邊的open的網路模擬器 現在的開發狀況的現代現狀是如果可以做的 他現在的網路模擬器 大概都是各個子計畫自己自己開發 舉例來講 在intel intel做fiscal layer 所以intel上面的那些mac這些東西 他就自己寫了一個testmac的測試 所以他們原本的概念就是先做unit test 自己測完之後自己先跟寫個未來要對戒的模擬器 他們就先寫一個testmac 我們現在在幫忙做du這邊的整合就是這樣 他們intel自己先跟inteltestmac的模擬器先整 那intel自己也開發了RU的模擬器 剛剛在整個project中間我沒有講太細 因為當你要引爆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來交換意見 他RU這邊他自己也寫模擬器 就是這些公司自己開發 那另外上面的那個部分也是一樣 RIC這邊他可能也是 比如說像odu這邊他目前缺ocu 所以他會寫一個ocu的模擬器這樣 裡面都有 裡面都有 但是功能不全 功能還不全 謝謝 好 接續還有人想要問 沒關係反正我想做開源的大家都是engineer 但是我希望其實我覺得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曝光的機會 特別是你跳進來之後你跟的是intel 你跟的是atnt 像intel這邊我們跟他合作之後他也覺得說 如果ok covid-19解封之後 真正在做一支計畫很願意很希望能夠過去intel那邊可以 就可以去做intern 我們未來可能也可以丟去atnt那邊做intern 這是各位在rain這邊這一塊 台灣各位知道的電子五哥 可能然後做網通的 你所想到的大公司應該現在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所以你在這邊 你現在還沒有這個技術 你可以透過這個open source 先去了解一下規格 我們剛剛告訴你 要看規格就到orain alliance去 要做open source 你規格看不懂 你要去對規格 你就從oic這邊去對就可以了 那後面我想時間的關係 如果有問題大概就一個問題 沒有問題你就直接寫email給我就好 那或者是 如果你是台科的或者是你未來想要 進來台科念的就直接到隔壁六樓去找我就可以 好 那就謝謝鄭瑞光教授的分享 好 謝謝 謝謝各位